另外在花蓮收芳香 一处专门种植高经济有机杂粮的农场 发现有人偷割了红艺人 因为种植的场地并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被割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红艺人 让农场主人不禁要请偷割的人 能将作物归还 毕竟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的 高温炎热也使得农作物生长不佳 收芳香就有一处农地 种植高经济作物红艺人 农民肖先生说 所种植的面积2.3公顷 被投割了将近三分之二 损失约两万元 最近在这边工作的大哥大姐 他们最近都放水 所以他们这一个月都没来 所以怎么那么厉害 他知道他们两个大哥就是一位大哥 一位大姐都没来做他就来投了 选那个成熟的 像这个成熟的 像这个就是他割断 有没有 他割鞋口 结果这个 他割有那个鞋口 有没有 结果发现这个是亲力的 他就不要了 有一铁药叫做 我们很熟悉的叫做四神汤 里面就有加艺人 是 那艺人在中药里来讲就是去施 岛听给我多少我就送多少 因为有机他是很困难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都没有施肥 是 所以他是依照每块地的地利 每块地地利不一样 那他的产量就不一样 宋子洪育人有两个区块 一处被偷割的地点靠近丰里村的碧莲市 农田因为采有机种植 平常是故宫割草 目前农田已长出杂草 一般人是看不出种植的红艺人 农地里有采过的痕迹 农民在农田拿了不少被割断的纸梗 农民希望警方能够早日侦破 让农民的辛苦可以获得保障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